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盲200C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宁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这次的疗剂叫做 Kalcium Phosphate 磷酸钙 大家如果是认识同类疗法的 我们知道同类疗法都有一个疗剂 是叫做炭酸钙 Kalcium Phosphate 这个可以这样说 是一个同类疗法里面 一个很主要的很重要的基础的疗剂 就是Kalcium Phosphate 即是炭酸钙 但是跟着和你说的这个叫做 这都是同类疗法里面 是两大关于钙型的疗剂 好了 那磷酸钙和炭酸钙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首先 磷酸钙的病人 通常是比较瘦的 是干瘦的 而炭酸钙的小朋友 是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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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磷酸鈣病人的肚腩是軟弱浮軟的 炭酸鈣是喜歡吃雞蛋 磷酸鈣是喜歡吃鹹食和鹹肉 Bacon、鹹肉、尤其是肥的鹹肉 磷酸鈣的小朋友是很喜歡吃的 磷酸鈣是我們醫治很多消化不良的問題 消化不良出現肚痛 放了氣之後會舒服一點 如果不吃東西 會痛到背部 感覺上是要弱氣出來才行 否則很不舒服 這些胃部不適的地方 通常吃東西暫時會舒緩 磷酸鈣的糞便通常是綠色和有散 或者跟鈣不同的 還有這些綠綠有散的糞便 通常會混合白白的散 或者像豆腐渣的症狀 我們知道磷酸鈣的嬰兒 通常出生的時候 前面頭頂前部的煙門 是未曾關合的 比較久一點才關合的 而磷酸鈣通常是兩邊的煙門 尤其是頭頂後面的煙門 頭頂後面的煙門 都是未曾開合的 兩邊都有 頭顱比較薄和軟 有時候感覺上好像很薄的 像紙張般薄的 所以這個療劑 有時候可以應用在慢性腦積水 尤其是如果發現 有媽媽下的孕婦 前科有些生了 三個兒子出現 有這些腦積水 可以在懷孕期間 早些便用這個療劑 在體質方面 通常這個病人都比較 兒童多些 比較黏瘦 高瘦 皮膚是啡啡 骯髒髒的 通常這些腎積水 都是比較貧血 還有皮膚都是煩躁不安的 小朋友 皮膚泡泡 四肢凍 還有消化藥 很多時候 他們就是 你抱起身的時候 他們好像覺得 有時候是抖氣 好像不夠氣 那些感覺 這是鱗酸鈣的 鱗酸鈣 那種體型 是這樣的 OK 你知道鱗酸鈣和炭酸鈣 都是鈣的 兩種主要鈣的療質 骨頭當然都是由鈣組成的 鱗酸鈣可以增 60、70、80% 我們很多時候 應用一些斷骨 骨折之後 康腹比較慢 我們就會用鱗酸鈣 另外一種療劑 就是折骨 折骨目 所以小朋友通常比較瘦 凍 很多時候 被審問仔的成長痛 骨折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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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痛的 這種小朋友的症狀 還有一個症狀 我叫Oskut-Schlatter 這個就是 在我們膝頭膏下面 有一個骨折了出來 這是一種鈣的毛病 我英文叫做 Oskut-Schlatter 奧辛古德 斯拉特的病 這是一種骨折骨的問題 好了 鱗酸鈣也是一個療劑 是幫助我們一種 叫做 酷甲狀腺的病 Parafiroid gland 這是一種鈣的生疼代謝 出現的問題 有時候 有一種叫做 Parahyperfiroidism 就是腐甲上線過高 出現骨就比較脆弱 或者骨是東一塊西一塊 在不同的地方沉澱 另一種病叫做Paget disease Paget disease 都是骨的病 當然骨質鬆疏 還有骨碎炎 急性慢性 這兩種鈣 Kalcarb和Kalforce 都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好了 有時候有些女性 因為筋炎期之後 又怕著 會出現骨質鬆疏 當然一般的西醫 給她服食一些 Ostrogen 刺激素 但我們可否用這個療劑 是可以的 去幫助這些女性 希望她減低骨質鬆疏 這類的問題 好了 還有一種病 我們英文叫做Oseogenesis imperfecta 其實是成骨不存 都是骨的問題 很多生蚊子出現的時候 有時候你去抱一下它 它們骨頭會裂 自然斷骨的 這種是一種先天性出生的時候 出現骨的問題 當然這個Kalforce 輪酸鈣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這可以加強我們先天性骨脆的毛病 好了 除了骨斷之後 我們有叫做Kal-Symphitum 折骨草 斷骨的時候可以應用 還有一些症狀 如果骨折是多方面的骨折 我們很可能有骨的感染 我們考慮另一個療劑 就是氟化鈣 Kal-Fleur Kal-Fleur比較深入 一個主要的療劑是骨的腐爛感染 而脆 這就可以幫助這些症狀 遇到這個情況 骨開始膚爛 我們可以考慮另一個 Kal-Fleurica 是骨化鈣 當然了 生蚊出牙的問題 還有一個叫做 驅扭病 Riccid 即是英文 Riccid 是一種維他命D的不足 骨就會開始軟 即是腳彎 這些問題 另外一個情況可以應用 就是那些生蚊子 學生上學的時候 都會頭痛 生蚊子應該不多 容易頭痛 如果你發現有些女童 小朋友上學的時候 因為用腦辛苦 她就覺得會有頭痛 我們可以考慮 Kal-Fleur 骨化鈣 骨化鈣 當然 植 也是一個在這方面 用得著的療劑 我們很多時候 用慣用的一個療劑 叫做羅馬金谷 CAMOMO 發現這個療劑 對羅馬金谷 似乎是幫得到 但始終不得深遠 不能跟著 我們可以用 Kal-Fleur 骨化鈣 作為淋 對付 CAMOMO 長期深入的療劑 性格方面 這個劉化鈣 通常都是 很多是 深淫的 經常都是不開心 在深淫 尤其是法師的時候 有時候在哭 深淫的聲音 還有 鼻皮比較暴躁 經常都是不滿意 過度活躍 很難 很難相處 很難令它舒服 很敏鎮 又瘦 骨瘦而柴 有時候 你看到眼睛 是倒進去 還有眼圈 有藍的眼圈 這也是一種 鱗化鈣 主要原因 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深淫仔 有很多腺體的腫脹 鼻鬥腫脹 扁桃腺腫脹 或者成長方面 是不得不好 這些都是可以用 這個搖劑都可以應用的 好了 還有一個情況 是深淫仔 譬如夜晚刻 發惡夢 可能 夢中是在旅遊中 還有那個夢境很逼真 有時候吃東西 吃東西就睡覺 還有夢中有很多關於火 危險 這些很發惡夢的小朋友 都可以用得著 OK 這個是一個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小朋友 經常用得著的 童內療法的療劑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 童內療劑 覺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童內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沙甸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啦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